咱那得什么家庭吧 出门 咱想开奔驰开奔驰 想开包马开包马 不愿开包马咱开包子 包子再不愿开咱还有苦子 因为我干了一个职业 卖二手车 我叫赵宏涛 家在吉林市 今年26岁 现在跟朋友合开了一家二手车行 每天就是跟车打交道 我打小就歇人车 16岁的时候出来就学了修车 之后做汽车美容 后来买二手车 跟朋友合开的二手车行 依然收入能有10万左右 前几天自己又开了个汽车美容店 上下加一起200平米吧 这店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又上了轮胎机 准备把店整大整好 反正我觉得我是离不开车了 我也没啥爱好 就是稀罕车 自己开车的时候呢 不是在超车 就是在改油 不愿意跟在别人车后头 铲车 插车 勾机 只要带鼓励的我都会开 我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出门了 有的时候一忙忙一天 比如说半夜有车了 我半夜马上开车就啥 我去盘这个店 从盘到收拾完 就四五天时间 反正跟我在一起 咱不说能让你紧一律 但是肯定能让你一时无忧 只要你花钱 花到正地方 咋花都行 比如说买个口红啊 包啊啥的都行 那都用在自己身上了 但钱花在哪儿是没啥用的呢 比如捉娃娃 有那钱都能买一堆了 还给你自己累个香 还有接接毛 接那么老长 跟门梁子似的 那还能走得到了吗 我觉得我这个人吧 除了能干 还有个优点 就是说话挺有意思的 带点幽默 跟我在一起 反正你就别怕长褶子就行了 再高冷的姑娘 跟我在一块也能变得热和